老马石途 公元前六七九年,齐桓公约会诸侯共同定立盟约,盟约上要紧的有三条,第一条就是要尊重周西王,第二条是抵御外族向中原进攻。 第三条是帮助弱小和有困难的诸侯。 十多个中原诸侯国参加了大会,定立了盟约,强者为王,大伙都尊齐桓公为霸主,可是南方有个大国叫楚国,那么楚国呢在现在的湖北一带,不但不参加中原的联盟,还把郑国拉过去,也不叫郑国参加。 齐桓公火了,正跟管仲商量着怎么去讨伐楚国,没想到北方的燕国,那么现在在河北省的北部辽宁的西部,到齐国来讨旧兵,说北边的山戎打进来了。 燕国打了几个败仗,眼瞧着老百姓都要给山戎杀了,央求霸主发明求救。 管仲对齐桓公说,主公要征伐楚国,得先打给山戎,才能够专心对付南方。 公元前663年,齐桓公率领大队人马到了燕国,山戎早就逃走了。 管仲说,山戎没打就走,等到咱们一走,他们准又进来抢劫,要安定北方,非打败山戎不可。 齐桓公就决定再向前进军,但是地形不熟悉,得有人带路啊。 燕国的国军燕庄公对齐桓公说,不妨请吴中国,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北省的御田西北,出兵帮我们带路。 齐桓公立刻派使者去,吴中国答应做向导,派了一位大将带着一队人马来支援。 齐桓公打败了山戎,救出了不少被山戎掳去的青年男女,山戎的老百姓也归舍了齐国。 可是山戎的大王秘鲁逃到了孤竹国,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鲁龙东南借兵去了,齐桓公和管仲决定去攻打孤竹国。 大军到了孤竹国的附近,碰到了山戎的大王秘鲁和孤竹国的大将黄花,他们被齐国大军打了个落花流水。 这个时候,天色不早了,齐军就安营下寨。 到了头耕天时,士兵们带着孤竹国的大将黄花来见齐桓公。 齐桓公一看,他跪在地上,双手捧着一颗人头,搭了着脑袋说,趁我们大王达里阿被您打败,亲自到沙漠去讨救兵时,我杀了山戎的头子利鲁来向您投降。 孤竹国没有指望了,请让我带您去指赶达里阿吧。 齐桓公和管仲把那颗人头仔细地瞧了一阵子,又叫将士们认了认,真是山戎大王。 秘鲁的脑袋就把黄花留下了。 第二天,黄花把齐桓公和燕庄公领进了孤竹国的都城,果然是一座空城。 他们更加相信了黄花。 齐桓公叫燕庄公带着燕国人马守住孤竹国的都城,自己率领全部人马由黄花带路去追赶达里阿。 黄花在前头带路,到了掌灯时分,来到了当地人,把它叫做弥谷的地方。 只见平沙一片就跟大海一样,一眼望去,没一边没二,奔不出东南西北来,大伙全都迷了路。 齐桓公和管仲急得团团转,赶紧去问黄花,哪还有他的眼儿? 这才知道中了黄花的诡计。 原来黄花杀了山农的头子秘鲁,倒是真的,投降可是假的。 观众说,恐怕这儿叫汉海,不可再走了,齐桓公下令收兵。 天越来越黑,又碰上了冬天,西北风一个劲的刮着,大伙冻得直打哆嗦,都在这没边没样,黑咕隆咚的米谷里冻了一夜,好不容易,盼到了天亮。 眼前还是黄灯灯的一大片的瓶沙,照着灰扑扑的一层雾气,道路在哪儿呢? 这鬼地方连一滴水都没有,要是走不出去,咳也得把人咳死。 大伙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,观众想出了个主意,他向齐桓公说, 马也许认得路,咱们挑起皮当地的老马在头里走,也许能够走出这个地方。 齐桓公点头说,好吧, 他们挑了几匹老马领路,果然,老马食徒领着他们走出了米谷。 老马食徒的成语啊,就是这么来的。 齐桓公的大队人马走出了米谷,远远看见一大批百姓好像搬家似的,就派老兵,办所老百姓去打探, 才知道他们是孤竹国的百姓。 当初所瞧见的孤竹国的国独师的空城,原来是黄花和达里赫使用的诡计。 让老百姓先搬出城去,然后他们去攻打燕庄公守城的人马。 管仲仪是把一部分士兵搬坐孤竹国的百姓混进城里去。 到了半夜,混进城里的士兵放了一把火,从城里杀出来。 城外的大军从外面打进去,把黄花和达里赫全都给杀了。 孤竹国也就这么完了。 齐桓公对燕庄公说,"燕荣已经赶跑了,这一带五百多里的土地都给燕国。 你守着,别再放弃,燕国是北边的屏障,管理这个地方是你的本分。 燕国靠了齐桓公,一下子增加了五百多里的土地,变成了一个大国。 燕国靠了五百多里的土地,变成了一个大国。